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注意力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你会怎么样帮他们增加记忆力 吃一些保健食品还是什么吗 其实你知道中国人呢 其实非常讲究的是乙型补型 有人认为说这个是核桃 核桃它的形状看起来 其实是有一点像大脑的形状 所以有人认为说乙型补型 所以吃核桃是可以补脑的 但不完全正确 不过核桃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物质 对大脑神经的传导是有帮助的 我们来看到还有哪一些营养素 是可以大补脑的 包括了全麦 面包 里面有B1可以维持大脑的机能 另外深海鱼有DHA 鸡蛋 豆腐 卵磷脂 都是可以帮助大脑神经细胞传导的 另外也可以多补充的是 包括了菠菜 蓝莓 坚果 南瓜 紫核桃 其实就是属于坚果类 有抗氧化的物质 可以活化脑力 增强记忆 另外也是要补充体力 有体力才可以念书 全骨类蛋白质的食物 有维生素B群 但这我就要问一下 深海鱼这么多东西好像都对大脑很好 我们要怎么吃啊 对 这么多营养素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营养早餐的话 现在就来看营养师谢宜芳怎么做咯 其实早餐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其实一早起床 其实感觉食欲是没有开的 尤其是小朋友 你叫他早上来吃一顿很丰盛的早餐 他其实是吃不下的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 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家里就可以吃完早餐 所以父母有没有可能 是准备一顿早餐 可以让小孩很快速的吃完 而且又可以大补脑 其实宜芳老师就是懒 所以教你懒人早餐 妈妈其实早上不用那么匆忙 就只要找很多东西打在一起 就是一个对小朋友而言 可以增加记忆力 增加学习力的很好的早餐 一股脑喝下去就结束了 是的 小朋友最喜欢喝的柯柯亚 柯柯亚就是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巧克力粉 准备的就是要100%纯巧克力 纯巧克力 大概70%以上就可以 那只要一小茶食 太多的太苦小朋友不吃 那为什么要巧克力呢 因为巧克力能增加小孩子的学习力 还有记忆力 你看这两样这么重要 很重要喔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放上去 第二个也很重要 那个叫核桃 其实核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对 是补脑 它像脑但补脑 但是最主要它里面含有维生素1 还有类黄虫 因为是维生素1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一些神经元的 一些传导 所以小孩子因为神经元传导很好之后 他学习力就会增加了 你看以前我们不代 就是中医来说的话 吃核桃可以补脑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用原味的对不对 用原味的喔 千万不要里面加什么糖喔 那接下来呢 为什么要放个燕麦 燕麦当然是个淀粉 小朋友饱足感 那除了饱足感之后呢 其实他们有些研究发觉 燕麦呢 里面含胆碱 是我们神经传导的物质 所以能够帮助小孩子的学习力喔 而且他们做个研究 好好玩 他发觉有吃燕麦跟没有吃燕麦 这两群小朋友 有吃燕麦小朋友 成绩特别好 学习力特别好 专注力特别好 这个宜芳老师 所以我们放燕麦 是不是某方面 它会增加一点浓稠感跟饱足感 对不对 也是 等于是我们要吃饭的感觉 OK 因为毕竟是早餐嘛 它不是一个果汁 我们一股脑把它倒下去就好 好 这会影响到口感吗 放多放少 其实不会 因为反而会觉得燕麦餐的感觉 好 接下来 香蕉 甜甜的小朋友应该蛮喜欢 对 那为什么要放香蕉呢 因为香蕉里面含有血清素 那小朋友如果说有血清素的话 他的情绪比较稳定 所以上课学习力会比较好 不会觉得 哎呀一下嗨 一下很大 其实现在小朋友卡通看太多 有时候会很容易躁动 反而所以是吃香蕉 可以让他情绪比较缓和 是的 好 那我们就是放一根香蕉 对 最主要有时候我们早餐吃香蕉的话 可以帮助小孩子能够多摄取一些膳食纤维 那这些膳食纤维 能够帮助小朋友肠道蠕动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一紧张便秘 便秘 所以问题很大吧 对对对 这真的正常的这个运作身体机能 其实很重要 每天要按时上厕所的 发育中的孩子补充牛奶 其实很重要的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喝牛奶 会拉肚子的话 没关系 我们换个东西叫优落乳 优落乳 但是要无糖的喔 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糖喔 对 其实一早吃太多糖分 反而容易想睡觉 对不对 或者是影响到情绪 很香耶 很香耶 它是有核桃的香味 但是又有这个香蕉的甜味在里头 还有巧克力的感觉 对 老师真的很好喝耶 是很好喝 其实我想像说好喝 其实有点像奶昔的感觉 但是它其实不是一般奶昔 这个热量那么高 因为它其实里面的 这个我们打进去的食材 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小孩子一早起来 如果你给他这一杯 他喝起来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一口气把它喝完 他早餐又吃饱了 而且呢 这个上课呢 脑胎又可以非常清楚喔 今天谢谢老师喔 谢谢 好 婷娟是不是一杯喝下去 营养素呢 都达到了 其实非常的方便 对 好 来看到今天的生活小丁敏了 现在呢 是妈祖绕境喔 白鸭屯妈祖呢 他只是说 他想要吃肉圆耶 所以呢 现在有信徒还原呢 从昨天开始 一连十天 他每天提供四百克的肉圆 结果是秒杀的 另外 农牧角局 其实金门机场呢 从昨天呢 就已经是关闭了 所以旅客 今天如果要去金门的话 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确认自己的航班了 另外要刺激观光呢 泰国现在呢 是打算要延长落地牵免费 一直到七月底囉 好 非常谢谢曾伟晶 今天我们带来的 生活小丁敏的妈妈忙什么 那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